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小明之家再次关注加拿大的疫情情况 加拿大现在已经逼近28000人确诊 然后死亡人数呢也在进一步的攀升 但是呢慢慢慢慢应该我觉得 就是说很多的现在的相关的报道 和报纸都说可能会快要到一个拐点 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美国当然最重的重灾区就是在纽约 但是现在纽约州好像似乎是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会向所有的人免费的发放三餐 所有的人不需要登记 也不需要认证 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去了 只要你去了就可以拿 哇那这个人家也在说 哇这不愧是美国 那福利待遇太好了 其实怎么说呢 美国人向来就是特别是像去Costco买东西 那种经常就是买一大框 然后最后很多吃不掉过期了 然后就扔掉 其实在美国不管怎么样 美国它是一个粮食生产的一个大国 跟加拿大一样 但可能它并不是生产水稻或者小麦 但是它可能是玉米啊 它可能是在加拿大这边是大豆啊 它有很多的全都是要向外出口 它因为它自己根本就就吃不掉 百分之六十七十是得出口到那些 比如中国呀 一些发展中国家去 所以说你会担心说这边吃不到东西 粮荒什么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如果这边都要闹粮荒 那真的是快快要就真的是感觉 就快要世界末日 这边粮荒不会 就只是说可能你喜欢吃的稻米 或者说小麦不一定会有 但是其他的替代肯定有 比如说土豆啊 比如说大豆啊 或者说比如说那个玉米啊 这些你不用担心 肯定肯定就是会有 至少保证你吃饱 这是没有问题 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浪费掉的这些食物啊 也就远远足够那些发展中国家 非洲啊 吃上一阵子了 所以他们没问题 纽约州绝对可以这样做 可以说给所有的路人 所有的市民 所以不管什么人不需要登记 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 我不需要看你的ID 就你来 我就发给你 甚至你可以帮你的那个小孩往回带 都可以 但是同样我们看到 在印度这个事情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对吧 很多印度人都得走个几百公里 走回去 因为lockdown了 他们也找不到工作 没有存款 三餐 不要说三餐 连一餐都不一定有着落 所以说只能赶快抱着孩子什么 赶快走几百公里 回家去 我看到印度的那个惨状就感觉是印度碰上了春运 而且这个春运你还不能够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只能靠走的回回家去的那种春运 真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哎呀 说完了那个美国印度 我们还是来说加拿大 现在加拿大又出新的福利了 加拿大这个福利真的是太多了 之前呢叫一个叫CERB的一个福利 就叫做Canadian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紧急情况所给大家发的一个福利 这个福利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新型冠状肺炎而不能够工作 或者说是如果你的家人得了新型冠状肺炎 不能够工作 你要照顾他们 或者说是因为就是说工作没有了 因为就是新型肺炎的关系 所以你你不能够已经不能够让你去上班 这些这些这些工作的那些机会就都已经关闭了 不管你是自顾行 还是那个帮人家打工 这个都可以 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的 他只要是这些人 你都可以申请CERB的这样一个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助 500块加币每一个月 一直到你找到工作 或者说是最多就是给付4个月 最多可以拿到8000块钱 就是说一个礼拜500 一个月是2000 4个月最多 就是你可以拿就可以你可以拿8000加币吧 虽然8000加币也不是很多钱 但总管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聊胜于无 对不对 小孩子的牛奶精 他也增加了 不管你是收入多少 如果你收入比较高的话 可能小孩子牛奶精就会少一点 如果你收入比较低的话 那你的那小孩子的牛奶精就会高一点 在短时间内 也是在提高了给你300块钱 300块加币每一个月 就是说是疫情而已 现在情况是现在可以拿4个月 之后还可以再看情况 除了这两个福利之外 还有一个叫GST HST的退税 就是GST和HST是什么 就是这边的消费税的一个退税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比如说买东西 买东西也好 我买电脑也好 我买相机也好 我买衣服也好 我都要支付一个5%的消费税 这是在阿尔伯塔省 如果是其他省的话 这个消费税会更高 是比如说温哥华13% 多伦多13% Nova Scotia是15% 他们一个是要收一个省的一个税 另外一个方面 是要收一个联邦政府的税 联邦政府的税是5% 然后省的税 它是他自己规定的 然后因为这个省呢 它是出产石油的 所以他省的特别富 所以省没有不收消费税 只收联邦的那个消费税的5% 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税呢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低收入 如果你没有达到一个收入的一个标准呢 他应该是要把这个钱是要退还给你的 因为就作为一个低收入的家庭 你是不应该支付这个消费税的 现在呢这个消费税呢 每人也可以让你多拿400加币 也是作为一个就是说政府的一个补助 所以政府出了一二三三条补助 牛奶金啊消费税的退税以及一个紧急资金的一个一个福利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加拿大的福利好好好特别好 是的我是承认加拿大的福利真的是特别好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人尖 在当他这个福利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会很多人会躺在这个福利上 或者说思想上就会产生一种依赖 就会说啊反正我有这些钱 哎呀我就在家睡觉吧 在印度有人道主义灾难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存款 政府也不会给你给你一分钱 然后你只能什么都靠自己 但这边政府他帮你全都包了给你钱 就会达到一种饿嘛饿不死 但是想富嘛也富不起来的那种那种状态 就是说你整个人呢 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motivation一种动力 会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的一面 如果我在印度的话 我可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签了 富翁了 那当然你得拼命向前吧 否则如果你不拼命向前 不拼命的往前冲的话 那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当然在这里不存在这种问题 反正政府不会让你饿死那种情况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太好 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中国比较好一点吧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比较思念国内的现在这种情况 当然还特别思念国内的亲戚 跟好吃的东西 现在回不去 暂时也没有办法 还是期待说 赶快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都做到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好吗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然后我也会及时跟进 然后帮大家更新加拿大目前的一个疫情一个情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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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